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肾病综合症患者应该是特别重视饮食 一般肾病综合症患者我们要低盐低脂 优质蛋白饮食 低盐就是说每天的盐的摄入量 一般来说是在两到三克左右 低脂呢就是要低胆固醇饮食 对于一些油脆的食品呢 我们不要尽量的还是不要吃 那么优质蛋白呢 我们还是要提倡优质蛋白饮食 你比如说鱼肉鸡肉等等这些被称为白肉 这个事呢是比较建议补充的 一般来说呢 补充蛋白一天的量呢 如果以50公斤的人为例的话 白蛋白的这个摄入量在50克左右 特别是对于严重低蛋白血症的患者呢 我们建议他的一个蛋白的摄入量 也可以讲到 普通的炎本里的摄入量 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 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